大家好 今天玩E8 那我們已經達到2了 那我們今天就是換卡牌上去玩 鬼之家 他可以當隊長嗎 應該不能吧 所以要怎麼讓他們當隊長 好 今天這集的重點喔 裸體國王 那我們用他來演示一下 然後去打我們的牌位 你們這邊試一下可以新增一些小色上去玩 就說如果等級比較高的 我是建議法師一定有一隻啊 因為上面是有職業的部分 有職業的部分那邊當然是英雄 然後那邊就是你的魔法卡 其實這個可以拿上去玩 這個可以打飛敵 然後這個是對範圍造成傷害 這邊基本上都有他們的一個技能介紹 這個是蝙蝠 那最後會再一個一個做一個詳解 他可以慢慢玩喔 因為這是一個非常棒的對戰手錶 跟皇室一樣一直爬上去 好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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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像真的不可以爬下去 7个人拍不到 等一下每天可以获得一个次元素 金鱼岛因为我们本身在鬼岛对不对 其实可以接5加9或5加5 这样当然是他亏啊 这样绝对是他亏啊 我当飞底来尬西娃 他是不是给我用一些外挂 为什么他可以直接这样子 我还可以开技能 太贝币哦 他飞底没死他飞底没死 好 炒放太前面了 太贝币没死了 太贝币没死了 窗戏 太滑了 太滑了 對於比較special的地方是他的角色可以放技能 比速度啊來啊 他要跟我比速度欸 推倒推倒 推倒推倒 結果一下放錯隻喔 各種道具卡欸 對面真的那個欸 各種道具卡 好啦那今天就是實戰演示 都是國王的實戰 然後大家就可以一直像我這樣爬上去 這邊他對目的部分喔 可以去可以去玩看看 但當然打玩家還是比較重要的啦 就是跟兩個玩家對決 OK OK 3-4-5-0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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